其实已经马上就要到12月份了 一年一度的电影《贺岁党》就要来了 即将于12月2号上映的电影《太平伦》 由于汇集了太多人 像金城武 张子怡 宋慧桥 黄晓明 那么多的明星 所以很多人把他当作今年《贺岁党》当中最重量级 并且是打头阵的作品 为了宣传电影 11月25号 很少露面的金城武来到了上海 一起前来的还有韩国人情女星 宋慧桥和导演吴玉森 我们来看看 有请三位 三位千亿请可以靠吗 当吴宇森带着男神金城武 以及女神宋慧桥这样的阵容 出现在大家面前想想都醉了 更何况近在咫尺 媒体自然纷纷也都不淡定了 金城武 特别是难得露面的金城武 感觉举手投足都会引来现场尖叫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金城武能够得到万千宠爱 答案或许在他风度翩翩 让导演站中间的时候 或许在他儒雅的和宋慧桥单独合照的时候 以及在他展开一个感觉能够融化万千冰雪的微笑的时候 而你知道金城武的魅力大到什么程度 据记者了解 电影《太平伦》中导演吴宇森还特别开小造 分别安排自己的太太以及女儿和金城武有对手戏哦 其中女儿吴飞侠扮演金城武的大嫂 太太牛春龙扮演金城武的邻居 不过要说谁的福利都没有长泽雅美好 作为片中和金城武拥有最多对手戏的演员 虽然没有来到现场 但是在发布会上播放的电影片花中 在张子怡黄晓明等其他主演都没有吻戏曝光的前提下 长泽雅美和金城武的两段吻戏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会 当然会 会尴尬的 我觉得很熟悉也很尴尬 不熟悉也很尴尬 我没说谎 据金城武介绍 何长泽雅美拍吻戏是在开拍后的第一场戏 并且和对方还没有完全熟络起来的情况下 尴尬也就在所难免 可能平常对方都有太多的状态下 比较 也难出戏 而且是比较 比较有一点难过 要离别的 而且是有一点亲热的戏 当然会很尴尬 因为又怕做得不好 又怕会不会 会让人家觉得 他在干嘛 原来男神也害羞 不过让我们疑惑的是 能把金城武请来 还演这么亲热的吻戏 导演吴宇森到底有多大的魅力 简单讲剧本好 导演好 真是没有不接的理由 金城武息自如今 但是他不知道吴宇森 已经将他视若珍宝 没想到听了这话 金城武再度害羞起来 不过其实现场有一个人 比金城武更害羞 那就是宋慧桥 由于戏中 他的恋人是黄晓明 又媒体不怀好意地 让宋慧桥 在黄晓明和金城武中间 选一个自己的理想心 巧妹第一次红了脸 而由于电影中 宋慧桥的台词都是用中文讲 因此当主持人想要现场 考考巧妹的时候 宋慧桥紧张的第二次红了脸 今天跟舞蹈员和金城武先生 来到上海 非常开心 好厉害哦 行不相信上海在黄波当 很多人心醉啊 因为这个画面的确太美了 那就是 沙子 我没有人就在那边